分享开心分享快乐大家好我是橙橙 那今天橙橙给大家更新的这期国战式录像呢 是一个真机家司马懿的这么一个组合 这个组合在国战里面是相当的流逼的啊 司马懿自己给自己改判定 然后最后把一把黑牌全都收进自己的囊中 我们看一下提供录像的玩家ID叫做司马未死 他是一个四五区万念起发区的玩家 那么这是一盘八人局的国战 全场平均水平呢也都是在180级以上的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局比赛 这局比赛呢这个真机家司马你们都知道啊 有爆发有防御 还有恶心人的反馈 并且呢这局比赛真的很火爆 好咱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这局比赛这个玩家级别都是很高啊 这个都是150级178世级的玩家 只能这么说吧 这个级别高有可能是玩什么身份啊等等的打上来的啊 也许国战的经验并不是很多 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像我国战也就玩了100盘 都不到啊 那么可能很多人他这个只有八九十级 但是国战可能会玩到这个好几百盘 好我们看一下啊 这样的话呢 这个一号位置呢是打了一个 比他比较远的 随便打一打 好然后二号低调 五毛巨 三号就是在没有亮镜的时候啊 大家都是随便搞搞搞搞搞搞你搞搞我搞搞他 这样的话呢 这个孔荣被第一个亮也是拿了两张奖的牌 那我们可以莫认为他是一个群雄啊 飘摇兮若流风之回血 好这样司马懿也亮了 我估计就是说司马懿是觉得手里边有AOE吧 然后可能是想开 也不想让口容不掉血啊 口容这边有挂着AK 他可能这么想的啊 就想第一轮爆发一下 那也是超给力啊 这个洛神落了一堆的黑 经过司马懿这个黑白一改 落了这么多的牌啊 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AOE是比较无解的 开吧 既然都这样了 开个够啊 来开 好国家 打出一个国家 国家给我们的是一个铁锁 是国家意思就是揍死 因为我们挂了个杖八出来 国家意思就是能属性杀就属性杀啊 好 司马懿里边就是各种打啊 可能因为这个四号位置挂狮子啊 他要九杀 所以呢 他就没有去搞这个四号位置 我个人觉得四号位置就是一个群雄 那口容亮相以后呢 这个四号位置 他 对吧 他的都没有去搞口容 我们留三张防御 好 这样扔掉几颗防御牌啊 给周太改冰凉 我们看看顺权能不能把血线撑起来 或者挂个装备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啊 好 这边拿手牌 也许手牌有闪 哎呦你别说决斗你跟他拼杀 你还真能拼赢呢 好吧就这样来 我们看一下吧 这个打周太意义不是很大啊 所以这个 感觉这个国家还是不应该打周太啊 杀 你这样把两个武将都亮出来吗 这口容打的是白打啊 这做什么 有的时候就是 像比如说我 我真的去会会去乐不思蜀呢 就陆逊加什么 一个无果的 然后他说 就是乐不思蜀 你是可以用 但是当你用出去那一刹那 他就跟你说 不能用啊 就很贪疼 那我在玩国战的时候 也经常看见 这个这个一百七八十级的玩家 去乐不思蜀 有时候大家就想不到啊 真的是反应不过来 其实这个刀我觉得是可以给的啊 咱们真鸡嘛 以后可能要以打孙权为生 或者打四号位置的这个群雄为生啊 所以可以打啊 那马腾这边跳 亮将了 亮群雄了 这样其实呢 可能第一回合真鸡斯马尼拉的 这个潮稳就没有了 都变成三个群雄活着 那待会孙权可能要开始打群雄 那我们这样 有两张牌 有个黑牌当防御也好吧 孙权这里边好像算是放弃了啊 托管了还是怎么递的了 怎么不出牌啊 不知道啊 没仔细看 他有乐吗 还是怎么的 其实我觉得这局 如果能配合好的话 无国能打啊 这个柳龙加州鱼 孙权加州泰是能打的 那我们这里边 这个兵是很关键的 让双雄抱不起来 马腾这个 这个静啊 这个拼点啊 卖门呢 在这里 好 然后周泰就走了 那我们看一下吧 剩下的就是咱们跟 魏国暂时结盟的一个3v3 好 开桃园啊 无脑开 给自己回血 多一次反馈的机会 也给郭佳多卖一次牌的机会 咱们看一下吧 这局比赛呢 这个郭佳夏侯渊呢 他一身装备 但是他没有选择神速啊 每回合他都选择直接摸牌 好 然后这个孔龙 给华佗貂传 加牌 也能保证这个 华佗有足够的红吧 对吧 红马给华佗挂起来 这多少颗桃啊 这明桃这三颗啊 无法忍啊 你能忍吗 好 那这样跟这个离间呢 怎么说可以离间周瑜跟司马懿啊 离间国家给国家卖血 不太合适啊 这个牌就卖出来了 对吧 卖个黑牌 我们就可以适当的过个牌什么的 就是你这个出牌的顺序啊 应该先用以一代老嘛 对不对 你也许来个过拆 拆一发再打杀 是不是更好一些 好 那这个比赛这个闪电呢 这个铁锁 他把话头脸上 也不是很大啊 无许可击 这样就劈了群雄 这多少戏 怎么说呢 因为 双雄还不爆啊 太奇怪了 你这不爆的话呢 你怎么没有机会了啊 而且国战收子也对 有势不大人头的 是要裸奔的 所以你这个人头就偷偷送出去了 是不是 但是当时 穿上那么多牌 这个话熊还不能不救他 话头还不能不救他啊 那我们看 就是他们的火力 全球的火力是比较分散的啊 离间离间国家 打打柳萌 打打司马懿啊 火供司马懿啊 就是不好 打得这个火力不集中 你看他们观众也好 还是他们字也好 都开始说了 先杀这个先杀那个 说了半天啊 你这样的话 群群被收的话 你是要送好多张牌的 你看这个离间 又开始这么离间了 第一轮的离间 就应该离间 周瑜里面跟司马懿 真鸡 咱们三个人 先把周瑜搞死啊 然后再搞这个司马懿 和国家这种 南懇的卖血流 而其实呢 我们的这个 卫国卖血流 是可以考虑扫量的啊 因为很恶情 对吧 无论是这个司马懿的反馈 还是国家的这个遗迹 包括曹丕的翻翻翻 都很恶心啊 你晾了 可能人家会悠心考虑去 和谐无果的 和谐史国的 和谐群雄的 而不先和谐你曹丕 不动白 打他做什么 是不是 那国家卖也是 非常的欢乐啊 好 这司马懿这个 已经 已经 进入癫狂状态啊 要收吕蒙 跟那个周瑜了 这边画图 这么多颗桃子啊 明了三个红装备 乐不思蜀 瞬间 吕蒙就被我们抛弃了 好 这个乐不思蜀挺好啊 又是一个沈桃源 因为对于我们 司马懿来说 回一血 一血也相当于 两张牌一样啊 这位无脑闪 咱们反馈一下 青钢剑 这个 这个国家卖的这口酒 实在是 运气很好 这时候来一张酒 比较好的 我们继续改 来自己的这个 判定牌 这个 自己改啊 自己拿 肥水不离万人田 全是自己拿走啊 铁锁连团 决斗 雷杀 嗯 就这边 他杀这个 杀这个周瑜 周瑜里面 用三天两人刀 只把这个 画图这些名桃打掉啊 三个桃 加画图两手牌 应该是要去 国桃吧 应该会有红牌的啊 我们看 拖拖这里边还救不 还救 是周瑜弄打得有点急啊 有的时候 这个也许 也许他这个 囤囤牌再打好些 你就一直囤着呗 对不对 那既然 群凶决定先和谐司马懿 你就囤着 别动嘛 囤一困 是不 你看现在打空了 好 这个一代来 我还拿去这个离剑了 又少了一颗红牌 这国家 这第一次有人 对他触杀啊 之前全都是离剑掉的血 所以杀不中的啊 都不如 都不如加血了 都不如留个红牌了啊 我们看他这次 还救不救 这次他不救了 救的话 三天两人刀 还得带他一刀啊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样AK突突突吧 可以直接神速了 三颗桃子 三颗桃子加冰凉 过不掉的话 好吧 两张顺手 杀 救一下 还有杀吗 还有杀 那这局比赛就结束了 其实呢 这局比赛呢 他的真击跟司马懿 第一轮量 我觉得可能 从我的角度来看吧 跟AOE有关系啊 起手就有这个AOE 然后黑牌 还算可以 那就给自己改一改 亮一亮 也可能也是为了 压一下孔容 对吧 不能让他这个 我们如果不亮 两个双将不全亮的话 A起来 孔龙不掉血 然后孔龙还有手亮 还挂个AK 还一堆沙 也许是这个 导致了我们指示家玩家呢 就选择 这个第一轮就把司马懿和真击 给亮出来了 我觉得魏国的卖血流 可以考虑适当的早亮 毕竟呢 国战需要有人早亮 来打开这个局面啊 那这些可以早亮的武将呢 早点亮 你也能活到最后 甚至说 你也可以活到最后 并且取得胜利 这个国家的运气也比较好啊 有桃 有桃有酒 该有的都有 好了 那这集国战的这个视频呢 就给大家放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好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录像的话呢 都可以给我投稿啊 国战的录像 不要超过40分钟 超过40分钟的话 就太长了 我也没有精力去看 那么长的一盘录像 那这个40分钟以内的 都可以 从中都可以看 或者说是做出来 分享给大家 大家有录像 就发我邮箱吧 那投稿的邮箱 在优酷的公告板上都有 那程程的直播呢 每周三 每周六 晚上8点半 三国沙直播 我一般都是选择在二区 那么如果别的去玩家 有邀请的话呢 到时候撕掉我好了 好了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呢 在优酷注册一个账号 订阅我的空间 收藏我的空间 好了 增加一下程程的粉丝数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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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